杨鼎天虽然弃绝身亡 却留下一丝生子 张三丰见了他也要喊生兄弟 杨鼎天是明教第三十三代教主 他的乾坤大摩仪只练到了第四层 可配合一门大九天守境执掌明教 二十几年都未封敌手 各项综合指数仅在张三丰之下 此外 杨鼎天高瞻原主雷厉风行 不但拒绝了波斯总教降员的命令 还将中途明教治理得十分兴旺 然而这么一位豪杰却被感情所左右 落得一个死于非命的悲凉结局 原来杨鼎天修炼神功之时 在明教的密室里 撞见了杨夫人和成坤的优惠 愤愤之急的杨鼎天走火入魔 引发欺翘流血 最后与命于明教密室里 杨鼎天的意外死亡 让原本蒸蒸日上的明教 当时内征外叛四分五裂 直到以天主角张无忌将多门神功拒于一身 并出任了明教第34代教主之后 才重新崛起 随着张无忌执掌明教 成坤的阴谋诡计也大白于天下 剧情发展到这里 杨鼎天的故事好似已完结了 不过根据金庸的暗示来看 杨鼎天还有一个私生子 只是金庸写着写着 故此诗笔将他忘了 在连载版的《以天屠龙记》里 杨鼎天叫做杨破天 他和成坤本世是兄弟 成坤也说自己已是七十多岁了 原真道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老那今日已是七十余岁的老人 少年时的事 好 一起跟你们说了 各位可知老那是谁 杨破天是我师兄 杨夫人是我师妹 老那出嫁之前的俗家姓氏 姓成鸣坤 外号混元霹雳手的便是 而杨鼎天在三十年前 打下了渡恶的一只眼睛 这证明杨鼎天最少活了四十多岁 在古代 四十多岁的男子 绝大部分都娶妻生子 杨鼎天作为一教支主资源很丰富 可为何以天屠龙记 却没写杨鼎天留下了什么一儿半女 其实杨鼎天还真有一个私生子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名教的光明左使杨肖 前面提到 杨鼎天本叫做杨破天 杨破天和杨肖都是同性 积身为名教的光明左使 在教中的地位仅次于杨鼎天之下 小小年纪的杨肖为何能有如此成就 是因为杨肖至勇双拳 还是杨肖为名教立下了大功 都不是 毕竟鸡毛师王谢迅 以及白眉英王殷天正都是文武双拳 武功威望也不在杨肖之下 可杨肖凭什么力压谢迅殷天正 能成为杨鼎天的左臂右膀 第三 乾坤大摩仪是名教历代教主方能修炼的神功 可杨鼎天却将乾坤大摩一丝字传给了杨肖 原著是这么写的 杨肖道 练会两次 如何敢说 当年杨教主看得起我 曾传过我一些这神功的粗浅入门功夫 我练了十多年 也只练到第二层而已 杨鼎天身为教主 他是知道名教的教规 可为何杨鼎天仍违背教规 非要将乾坤大摩仪传给杨肖不可 第四 当无忌掌管名教之时 杨肖大概已有五十几岁 成坤则是七十多岁 作为成坤师兄的杨鼎天如若没死 差不多在八十岁左右 等于说杨鼎天是在三十岁左右生下杨肖的 时间线上极度吻合 如此一来 就能解释杨鼎天为何如此偏爱杨肖 只因杨肖正是杨鼎天的私生子 而杨鼎天失踪后 杨肖为何带着女儿杨不悔 以及女仆小招搬到了光明顶去住 无非是紫城副业 有趣的还在后面 张三丰不仅是武当派的台山鼻祖 还是一天时代的武林至尊 若张三丰见了杨肖竟然称呼他为杨兄 书中是这么写的 杨肖走来 张三丰当下走上三步 红手道 张三丰恭迎杨兄的大驾 杨肖有何来头 金庸没有名说 反而用了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旁白 杨肖在江湖上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 此时的张三丰一百多岁 他称呼杨肖为杨兄该如何解读 如果将杨肖视为杨鼎天之子 张三丰这般称呼就能解释得通透 毕竟张三丰敬重英雄豪杰 他知道杨鼎天虽是魔教教主 却接过了郭靖驱逐达鲁的战旗 非要将蒙古达子赶出中原不可 而杨肖乃杨鼎天之子 张三丰自迁之下喊他杨兄 倒也说得过去了 只是金庸写到最后忘了交代杨肖与杨鼎天的关系 否则铺开来血 又是一个精彩绝伦的江湖传说了